它是韩国顶级猛犬诞生的历史令人意外 韩国人几乎是最喜欢吃狗肉的地区 像我们这里一般是冬天有可能会有人吃狗肉 但是韩国他们感觉夏天吃了狗肉是清热解毒的 冬天吃狗肉是温热大补的 导致的问题就是韩国一年到晚都非常喜欢吃狗肉 但是他们当地的土狗珍宝全体型比较瘦小 于是当地人准备繁育出一种体型非常庞大 吃起来比较刺激的大型犬 成长速度必须快出肉率必须高 它们找来非常多的大型猛犬 比如扭波利顿藏鸥 卡斯罗等等大型猛犬相互混血搭配之后 诞生一款全新的菜狗 命名为韩国杜沙犬 因祸得福的是杜沙犬这种狗看家护院效果挺好 凭着大体型的优势打斗能力也并不是很差 深受各地犬有的喜欢 这也导致了很多杜沙犬避免了成为菜狗的悲剧 按照杜沙犬最终被国外爱犬人士带走繁衍开来 成为一个全新独立犬种